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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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Pui 今天我想讲浸雪 浸雪第一件事 要练习的要先跳 放下你的球 我会教你一个练习跳的方法 跳是一个动作 并不是肌肉的运动 这是一个动作 有些人常想向上跳 记住我们尽量 你应该有这样的概念 用你双腿 踩到地板上 踩到地板上 然后反弹自己上去 我通常教别人叫向下跳 踩到地上 这就叫跳高 如果你正向上跳 你会发觉屈膝很少 但如果你打算踩到地板上 你起码有一定的角度去屈膝 这是第一点 如果训练的话 我会这样教你 双手 放在空前 握住拳头 半樽 然后跳的同时 拉到后面做一个Couch 1 2 3 4 好 连续跳12-15下 好了 跳完之后 看到刚刚我跳 下来 尽量都没有声 不要蹦蹦声 因为蹦蹦声 你就会受伤 好 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蹭距 基本上第一点 球不要收在肚子上 大部分人射球 你蹭距不到 怎么跳 明白 放回胸口 跟上次一样 接球下 然后跳 下上跳 向上射 记住射球是向上的 OK 在我们蹭距的时候 坐下 向上跳 在在升中的途中 不是在最高点 在升上去的时候 要射球 明白吗 因为当你感觉到自己 最高点的时候 你已经下来 不会够力量 所以我们通常 如果蹭距 向上跳 然后向上射 第一点 然后 一个训练方法 你可以自己这样训练 把球在地上 摸回 肩膀不闊 OK 側球的时候 记住 膝头膏 永远不会过脚尖 OK 不会过脚尖 OK 记住这个重点 因为当你过脚尖 你就会受伤 所有力就在膝头膏 膝头膏 不过脚尖 向下 接球 跳起 这个就是一个训练方法 是训练到蹭距 也稳定很多 OK 再看一次 放下 抹阔 左低 上 射 明白吗 那就试一下 回去自己试一下 一个蹭距的分别方法 当你练熟了之后 你会发觉一摺 你就很容易去射到球 为什么你会射到呢 主要是因为 患性屈曲 有了力量 好 另外一件事 通常我们蹭距 都连带suit on drupal 就是带着球 就是我们拍着球 蹭距 如果你想一个很有效的 suit on drupal 你应该是怎么样 上次有人说 拍球恐怖 就是不用到肩头 我就肯定教你一定要到肩头 第一 你有力量 对抗人 第二 射球简单很多 当你一到肩头的时候 你的蹭距 简单很多 我们的蹭距不是靠手跳上去 不要经常想要拉自己上 很难的 带着球 用脚押到地上 就向上跳 明白了 看一次 带球到肩头 用脚押到地上 就已经是一个蹭距 你可以发送你的蹭距评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到时发送给我 我又帮你看看 好吗 多谢 希望今天的蹭距训练可以帮你 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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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